由屏东县九如乡 五个农在社区 昌荣 洽兴 厚庄 过田 齐老 联合办理平北地区 区域产业串联活动 好久不见 亲子轰摇去 在众人的期盼下 于112年11月12日上午 在岩布乡棚措农场欢乐登场 轰摇或控摇 是台湾盛行的一种 不用器皿的野炊活动 多在空旷的农地上控摇 用土块堆叠一座小塔 中间透空烧放柴火 把土块烧得焦红后 将食物放进去 再把土堆倒毁夯时 闷熟食物破摇取用 控摇或控摇 源起台湾早期的农业社会 在遇到农作休耕时期 大人会带着小孩们前往田地 堆个土摇并放进一些简单的食材 让孩童体验一下野炊的农鱼控摇乐趣 而在现今工商社会 人们鲜少务农之状况下 却演变成大人带着小孩 回味同乐的空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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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